E.M. 佩佩 从小就通小各种舞蹈 应对演戏有浓厚的兴趣 踏入演艺圈 她与双胞胎姐姐依依也开设了自己的婚纱店 日前佩佩在社群平台 透露自己搭计乘车到诊所 下车时却将手机落在车座上 所有诊所护士让她用轿车的应用程序 检查车子的资料 不过她也很无奈表示 手机掉了根本查不到 由于很多事情都要用手机处理 一旦遗事就会造成许多问题 好在佩佩情急之下 检查了下车前与司机所取的收据 发现上面有写着司机的联络号码 她当下也非常震惊 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发现 收据上会有联络号码 后来她也马上打电话给司机 麻烦对方把车开回来 在短短两分钟内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她也借着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 以后乘坐计程车下车前 一定要记得向司机所取收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